尊重别人是从自己开始 我做得到,我就尽量帮你忙 将来有一天,他就会帮你忙 所以你要得到同事的支持 你质疑有什么呢? 只要你做得到,你尽量帮忙 不要自己有本位主义 只要你有本位主义,别人也跟着有本位主义 你那么会算,难道我不会算吗? 然后,要懂得跟人家分享 这个分享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得到奖金的时候 你就要考虑,平常那些支援你的单位 支援你的同事,要请他吃饭 其实外国人每次都说 你们怎么领到奖金就要请人家吃饭 领奖金是你的事跟别人什么关系 没有,你一定要分享 你领到奖金就独吞 下次你再找他,他不会理你 他心里想找到工作就找到我 领到奖金就独吞 那这种能干嘛 我有事找你,我敢找你 但是我得到好处,我跟你分享 人家没话讲嘛 下次你一开口,他就很热心来了 没有啊 有工作,我拜托你啊 有好处,我躲起来啊 那下次谁干呢 没有那么傻瓜的 所以你看,分享这个观念 其实中国从小就教 从小就教 你看啊 我的大女儿他是交通大学毕业 他到了大学就得到一份奖金 是替图书馆学成诗的 那时候两个弟弟都还读中学 他回来就很高兴跟我讲 说爸爸,我得到一份奖金 我说你得到奖金 你要不要分一点跟你弟弟啊 他说我分他干什么 我说你分他有没有不好 他说这个奖金多我们才分 那奖金这么少分了都没有的 我说你搞错了 就是少才分啊 等会儿我们就拿走了 那奖金很有道理啊 他就开始分啊 分了以后就分出好结果来了 现在弟弟赚到钱也跟他分啊 他也跟弟弟分 大家都很愉快 一个观念 一生都会受到影响 什么叫家人 家人就是你哥哥得到好处 你要到我弟弟啊 不然我当你弟弟干嘛呢 我不叫别人哥哥啊 我叫你哥哥啊 我叫你哥哥啊 这就是中国的那种亲情的可贵 要分享 懂得分享的人是最幸福的 好 你平常能帮忙就帮忙 你自己没有本位 你有好处前跟大家分享 那这样大家一定很尊重你 大家一直尊重你 你就可以尊重别人 所以 跟同事讲话少讲我 一个成功的人是不太讲我的 多讲我们 多讲我们 你看我到公司去 那个总经理跟我讲 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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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说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 就没我的事了 他说郑老师 你看我们公司要怎么做 我就惨了 我就变成有责任了 又变成我们的公司了 所以说一个我 跟一个我们 那差太远了 差太远了